李小琪除了发布她是我们观光旅游局局长以外 也兼任市政府的发言人之一 我们知道市政府的发言人除了新闻局长是当然的发言人以外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由我们的李小琪来担任 换句话说她未来的工作不只是要领导观光旅游局 那另外她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就要负责跟这个防身 那两位都是担任我们市政府的发言系统担任发言人 所以市府的各项事务她也必须要了解 现在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卢市长给我这样子一个宝贵的机会 来为我们台中市里服务跟奉献 台中其实是小琪的第二共享 对小琪来说台中是一个非常美 而且应该说让我感觉到很温暖的一个城市 那小琪从大概2006年左右就开始在台中生活 那当然最近有一些短暂的时间回到台北工作 但是呢台中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城市 所以这次呢真的受卢市长之邀 这样的机会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很开心 那其实呢我跟卢市长原来并不认识 但是呢这次有这样的机缘 卢市长邀请我来加入台中市府团队 那也是我对人莫大的荣幸 谢谢大家